那誰可以領呢 就是你只要到明年4月30號以前出生 你領有健保卡 全部通通可以領 因為這個就是截止期限前出生的國人同胞 哪怕小嬰兒都可以領 外籍配偶持永久居留症的 持外交官員證的都可以領取 那我們怎麼推動呢 我們還是分數位券 實體券 那數位券 信用卡 電子票證 行動支付 就9月22號開始綁定 10月8號開始消費 而在超商超市 你在9月25號開始議訂 10月8號開始領取 全國有15000多家門市 郵局呢 郵局10月4號在網站或者用電話都可以一頁 10月12號開始領取 全國郵局1299個據點都可以 為什麼這樣呢 這個是故意要錯開交叉分流 這也是基於防疫的需要 而五倍券就是200塊的五張 500塊的兩張 1000塊的三張 這個五倍券我們就是照面了 那這個五倍券可以給大家看 大家請看 五倍券200塊 500塊1000塊 1000塊三張 500塊兩張 200塊五張 那加起來就是5000塊 那有人說我好喝這麼大湯 不好用 其實都可以交叉的用 我們有規定 不可以找鈴 但是是 你不能拿著1000塊 花10塊錢叫老闆店家找鈴 這個你不可以這樣要求 店家沒有這個義務 這跟 我們發行的目的不同 但店家既以自己的營業作為 他覺得我可以怎麼樣運用 我們尊重店家 也就是這個你不會因為命額的問題不好使用 所以這個正新五倍券 請看這個正新五倍券樣張 非常的漂亮 他就跟我們的國幣新台幣完全一樣 這個正新五倍券 這個我非常非常感謝中央銀行 楊總裁今天也在場 率領所有同仁 跟印鈔票一樣 印五倍券 非常的漂亮 不但漂亮 而且有各種行為的設計 高達11種 所以這些設計 都是非常專業 從材料紙張 油墨到內部設計 這個有的不能講太細 這個我也不那麼內行 但你可以看一看 摸一摸 轉一轉 這裡面確實藏著非常高的技巧 非常高的這一個工夫 非常高的用心 我非常感謝五倍券 這個五倍券怎麼樣使用呢 你去餐飲 夜市市場 都可以用 你可以繳學費 補習費 各方面百貨公司 都可以用 但哪些不能用 境外電商網購不能用 買股票 繳稅 繳划單 等等不可以用 我們就是希望 這個五倍券 像現金一樣 它是限期使用的現金 所以你不能跑去買禮券 你的五限期 我們不同意 我們就是希望民眾 五倍券 就是能夠限期使用 因為有所詳細的 詞交易